姊姊對於弟弟來講 就是一個經驗乘二的成熟藥水 就是因為我們的差距很大 我說經濟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我是阿Q 小韓 哈囉 我們今天要討論什麼呢 姐弟戀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三年來 我們自己覺得 或者是聽到別對姐弟戀的一些優缺點 缺點一 經濟懸殊 弟弟不願意當小白臉 我現在所有都是那個時候 現在跟大家證明 現在我有經濟能力了 所以這件衣服是你 我這件買的 哈哈哈 我們兩個剛剛交往的時候呢 我還是學生 但是你已經工作大概三四年 對 所以就是我們的那個經濟的懸殊很大 嗯 很多時候就是 這位女士幫我付的錢 但是今天這個狀況對我來講 我很尷尬 就拿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們去買針繳的時候 嗯 我大概氣死我了 我買完針繳 然後覺得陳女士付的錢 然後 陳女士 陳女士 對 然後那老闆 我覺得非常白目 其實我也覺得蠻白目的 蠻白目的 對不對 蠻白目是怎麼 哈哈哈哈 他在付錢的時候老闆就問我說 啊怎麼如果他付錢 啊你怎麼不用付錢 我整個怒欸 那一刻我會覺得自己可能真的就是一個小白臉 如果以姊姊的角度來講的話 姊姊其實不會隨隨便便就是 你沒錢那沒關係 都是我付OK 理所當然這四個字才會成為小白臉的重點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這個心想要為我付出 才是OK的才不會成為小白臉 嗯上進心要有是這個意思嗎 嗯 所以你是看到我的上進心嗎 是吧 嘿嘿嘿嘿嘿 第二個缺點就是 姊姊有年紀壓力想結婚 女生跟男生在成長的過程中 女生的老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20歲的男生跟20歲的女生 看起來可能是一樣的 30歲的女生跟30歲的男生 是不是就有一點點落差了 40歲的女生跟40歲的男生 那個落差很明顯的就出來了 不只外表包含生孩子這件事情 40歲 喔太緊了 有一點點硬 對女生來講年紀越大 對我們的外觀跟身體都是減分的 好像是 對於結婚這件事情 壓力就會跑到弟弟的身上 因為弟弟的年紀還很輕 嗯 對我來講 一個壓力的點是說 我連出社會這個階段都還沒有 我就必須想到下一個階段 嗯 你一直告訴我要結婚 我就會一直告訴自己 我的青春要消逝了 結婚 青春 這東西離我越來越遠 離我越來越遠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珍惜 我會是想挽留這件事情 青春都還沒有填滿我整個生活的時候 我就必須抽離去到這個地方 兩個都必須承擔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講難聽點 是我們選擇跟對方交往 我們其實都知道這個問題吧 既然我們都決定在一起了 我們就不可以用這件事來綁架對方 我們兩個都必須得努力 我們都在努力成為一個能讓你依靠的男人 姐姐這邊要思考的是 就是你還有多少時間等對方 那你願不願意花這些時間等對方 那你看到對方有沒有在努力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也努力的趕快成功到可以給你承諾的那一刻 那現在要講好的 姐弟戀的優點 姐姐會覺得心理跟身體都比較年輕 跟弟弟交往 年齡上的差距的關係 所以心態上會有差距 因為姐姐其實自己上班很累回家 根本就懶得做其他的事情 其實已經有點懶得出去玩了 除非有特定的邀約 因為弟弟他年紀比較輕 就會想說要出去逛逛出去玩一下 所以姐姐其實他沒有不想出去 他只是懶有另外一個人拉著你一起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那就去吧 因為反正是我們兩個人約會 所以出去玩的狀況下 就又要化妝 常常出去跟弟弟的朋友見面啊 都會吸收更多就是 弟弟這個年齡層在玩樂的東西 逼你年輕化 這個意思 那換你說的優點 我覺得就是姐弟戀沒有優點 很累 很辛苦 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的 我有 你最好講一個好一點的優點 優點二 姐姐是成熟藥水 成熟乘以二的藥水 在諷刺我們 不是 就是我們在玩遊戲 打怪嘛 不是為了打怪要吸取經驗值 都會有那種經驗乘二的藥水 姐姐對於弟弟來講 就是一個經驗乘二的成熟藥水 就是因為我們的差距很大 我說經濟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任何任何就是我們的懸殊 弟弟都不希望比姐姐低 可能今天沒有比較的時候 我們今天就是 我有夢想 我要努力 但是因為我年輕 所以可以明天再來 夢想明天再說這樣 可是因為你姐姐出現了 我們會變成說 會有一個壓力 但那個壓力 其實是一個動力 所以我說的夢想 我說的目標 就不會是明天再說 就在這個責任感 或是實踐力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會促使弟弟 逼自己去追上姐姐 而照顧姐姐 就是拿你來講好了 我們剛交往的時候 你還是學生 你那時候 甚至你自己到底畢業之後 要幹嘛你都不知道 可是你會跟我討論 你想做的事情 我們討論出來的一個結果 當然也是 對我們兩個共同的目標 做一個前進 每一段回頭去看的時候 你都會知道自己 又進步了更多 我也是會因為你而成長 那個平均只是會 慢慢達到一個平衡點的 對 一起努力 好的 剛剛講完了 算是兩個優點跟兩個缺點 有任何問題都在下面留言 我覺得一定要留言 因為如果說 今天我們講到的優點跟缺點 對於不論是在煩惱這件事情的人 可能因為害怕 所以不敢決定 或是因為衝動 所以決定在一起之後 發生很多問題 後悔之類的 對 我覺得如果能夠有一點點幫助 那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對 嗯 OK